真是,说第一批到达奔来的雪莉亚难民,当地管是管住工着,难民却嫌奔来太冷人也冷,食物不好吃,要求立刻放弃难民身份宁愿回国,还发脸书告诉后来人要么别去,要么别离开首都,听说现在都还有了在首都车站,哪也不去的难民。 帐篷上有红字,写着,Don't hate us, hate those who made us,别恨我们,要恨就恨,那些罪魁祸首。 刘芬生吃草的日常,毫不谦虚的说,全球也就日本食物,能跟中国的比比,乔两天又突然火了一中国刘芬小伙子,上顿下顿都是土豆直接报售时间,知乎上也常有芬兰留学生,趁,每天像是在吃草。 曾有个美食地图,直接把芬兰归为黑暗料理地区,比英国好不到哪去。 土豆是主食,蔬菜到类食材淋上架就完事,对于去变中国美食,养腰了嘴的国人,说想吃草也不为过。 芬兰食物到底有多黑暗,让那米,流血小伙子会活不下去,看了他们的餐桌就知道。 最昂贵的主食土豆,土豆泥,土豆饼,土豆沙拉,土豆糖,土豆变着花样出现在餐桌上。 芬兰人的主食就是土豆,一勺土豆泥,一块肉,几勺月局酱,就是一顿正餐。 最上等的土豆只有拇指尖那么大,价格几为昂贵,卖出库29.90欧元每公斤的天价,人民以大约340元每公斤。 在芬兰,有土豆的地方就有幸福感,曾有统计77%的芬兰人等是新鲜土豆,51%的人盘子里是沙拉,只有25%的人离不开肉。 对于无肉不欢的人来说,芬兰食物就是噩梦。 最传统的香情黑面包,又一又糙又酸的黑面包,是芬兰人的香情,用酸面团做的黑麦面包,也是芬兰主食之一。 面包紧实,变贫而且非常重,海外的芬兰人不管油费多贵,都会要求亲朋好友给他们跨过游戏。 这种芬兰黑麦制成的带孔圈状面包,有一些微较多,过去人们用棍子踹着挂在房梁下,可以猪存很久。 芬兰人深信,黑麦是保持身体健康,和聪明的最好吃品。 不过又硬又粗糙,还六代酸味,怎么看都跟美食扯不上边,最出名的野味鹿肉。 主要是盛大老人的车夫,是招大客人的最高礼节,野生蓝梅,万月梅,树梅油,鸡油军,得益于丰富的森林资源。 芬兰人出了名的爱吃这些无污染的野味,最热的就属迅鹿肉。 每年芬兰人要消耗十万头迅鹿,拉普兰小镇除了美式汉堡餐厅外,这里一个就餐地点都有供应,迅鹿肉肉是最健康的食品之一。 复航为B2,Omega3,Omega6,无脂肪,通常会搭配土豆瓶和月鸡酱,芬兰今年独立一百周年,举行的宴请会。 这道菜也在内,算是过季招待客人的最高礼节了。 最欢庆的小龙虾鞋,进口中国的小龙虾,是芬兰人欢庆的盛宴。 芬兰人对龙虾的喜爱程度,不比咱们中国人低。 每年7月21起便是小龙虾的季节,人们宴请朋友品尝龙虾一直持续到处揪。 不过芬兰的小龙虾不辣,是咸的,制作方式也极为简单。 龙虾扔进锅,香料扔进锅,煮红又行。 但比中国隆重的是,他们有一套专门吃龙虾的道具,还要头顶龙虾帽,围上硬肉小龙虾的尾嘴,再配上传统的面包,新鲜的土豆,颇有仪式感。 长久美美的国人,除了清淡甚至寡淡的芬兰,自然有很多不适应。 不过北方拉普兰地区,食物多半味道浓郁,肥沃厚重,就像我们的北方菜,客观上还挺符合国人的口味。 真想奔兰人来咱们大天朝,尝尝什么叫美食,什么叫小龙虾,毕竟随便一个路边摊,都能把韩国节目组好吃的感动到怀疑人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